大家好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开始一个新的 过程的培训啊这个过程 叫做云计算环境 身份识别服务器深度开发 那么我先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 姓何叫何静 那么我们这门课程的话 他主要是 什么样一个 背景呢 就是身份识别服务器啊大家可能 呃多了少少听说过啊 简称什么简称就是说叫做认证服务器 就是所有的信息系统对吧不管你是 互联网系统还是说一般的信息系统 那么你必然你会 有用户名密码 对吧 最简单的对吧你至少的有用户密码 那么你有用户密码你必须就得 系统里面就必须要安全模块 对吧 那么认证的话 就是安全模块里面的 一个功能啊一部分 那么就说 认证服务的话为什么就说 我们还必须要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 身份认证服务器来开发了 啊就是因为在什么在现有的 目前特别在互联网环境下啊 由于你这个数据量 非常大啊然后你的这个 访问的并发量也很大那么就说 在 身份 也就是认证这一块的话啊专门就 有必要把独立成一个身份识别服务器 就专门用于做认证的 啊相当于一个认证中心啊那么所谓的 所谓的认证中心就说 说这样说起来大家可能就 更清楚一点啊那么很多的商业系统 他也会也会有这种 认证中心存在 相当于一个独立的一个认证服务器 那么这个认证中心的话实际上就是 他的作用上就是认证认证也就叫做身份识别 对吧 啊所以说就是说了专业一点就叫做身份识别服务器 说的通用一点就是叫做认证啊认证中心 那么就说 我们这个项目的话啊我们这个系统 这个培训啊主要是什么呢就说是基于一个 呃 独立的项目啊来这样来进行 培训的一个讲座 那么我们是从头到尾 是一个项目从无到有啊然后逐渐的这个深入的 展开进行开发啊 是这么样一种方式 就是说是怎么呢是一个项目的一个 随着项目的一个 开发的渐进然后不断的把整个的这个 呃开发过程展现了大家 相当于就是说 你通过这个培训的话你可以体验到一个真实的项目啊他是怎么样 从头到尾来进行开发的他是 先开发哪些模块后开发哪些模块啊这些都是有一些讲究的都是根据这个项目的 呃这个设计啊包括实际一些 呃开发的情况然后来进行决定的 那么作为这个云计算环境的话啊 云计算环境现在云计算这块 大家也都 呃听听说的比较多对吧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 但实际上就是说 真正云计算目前 呃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啊真正就说 大规模使用的 地方 更多的还是互联网啊在互联网这个环境下面 预计算是有一个天生的一个 呃 就是存在的一个必要啊就是有一片图像这样 那么云计算环境下面的话 作为一个身份识别服务器跟你在 企业应用里面有什么不同呢 大家可以 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作为一个一般的企业应用对吧我们 一般的这个比如说像 ERP啊或者说一个 什么CRM系统啊或者说有OVS系统啊等等的 他也有认证模块对吧 或者也有这个认证中心 那么通常来讲就是一台服务器一台PC就搞定了 对吧 啊那么可能有些 系统稍微大一点比如像BOSS系统啊 SSOS系统对吧那么他 可能他有他的身份识别服务器的话 大不了就是一个小型机啊也搞定了 那么在云计算环境下有什么不一样的 比如说在互联网的情况下面比如我们可以这样考虑 呃这么一种场景啊 比如说 你是这个Google对吧 Google他全球 上亿的用户啊每每个每每天的这个页面访问量是几十亿 啊那么 呃他的这个一天 这个用户登录数啊用户认证的这个次数有多少呢 这种上亿对吧 比如说淘宝 淘宝他的这个用户用户数也是上亿 那么他的这个 呃 比如说像双11购物对吧 大家都网上 网上进行网上购物的都有这个体会啊 双11购物那么作为淘宝来讲 他在 头两个小时内 就有上千万人 有个淘宝网站 来进行购物 那么在上千万人有个淘宝网站进行购物那必然就会带来什么呢 就说你上千万人你都必须要 登录吧对吧 那么登录就 存在一个认证的问题 就是你这个密码 密码不管是你是密码的 还是 你的这个基于USBKIN进行认证对吧 还是基于这个证书进行认证 那必然有一个认证的过程 你上千万人在一个小时之内 涌进来 那么必然就是在一个小时之内就会承载 上千万次 认证请求 那么这么庞大的这种认证请求量 基于原先的比如说我们的BOSS系统或者说是ERP的系统的这个认证模块 你能不能够处理能不能够承担 你必然无法承担 对吧 首先第一点就是说你的这个 用户量非常大 比如像淘宝他的用户量是上亿 对吧 像哥哥他的用户量也是上亿 首先这个账号 账户数据非常大 第二点 认证请求 这个量很大 一个是他绝对量很大 第二个是他的并发量很大 对吧 那么所以说这些 这些因素就会带来什么呢 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身份识别服务器 他要求他的要求啊 他的对数据数据这个并发量的要求 对这个 对这个认证请求的这个 吞吐力的要求 那么就跟你这个企业用就不太一样了 就比企业用要高很多个数量级对吧 所以说就说就会带来什么呢 就说你整个整体上 你身份识别服务器在这种环境下在这种 就说淘宝或者勾勾或者说是腾讯的这个 这种环境下面 他的架构也会带来 带来冲击就是跟你这个企业用下面这种认证服务器 和认证模块相比的话 他的这个架构上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那么就说 我们这个 培训的话做的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在云机上环境下面 这么一个身份识别服务器的一个开放 那么就说我们 今天是第一讲对吧 第一讲的话就是说 我们还是希望就什么 首先 我们讲一下这个整体的系统架构 另外就讲一下这个项目的背景 为什么 首先第一讲我们要 讲这个背景 讲项目背景和他的系统架构 因为我希望就是说大家在学的个人当中 不但你要知道 知其然还要知道 知其所以然 就是你必须要了解了 就是为什么 这个系统会这样来 设计 这个代码为什么要这么写 那么你要了解的 这些的话 你必然 必须要对这个项目的背景和他的系统架构有一个深入的了解 也就是全局对吧 全局性的 所以说那么我们这一讲实际上就是一个 全局性的一个总领 从技术上讲 来讲的话就是一个 一个全局性的一个总领的一个讲中 OK那么我们看看我们这一讲的这个目标 第一个我们就是要讲我们这个 系统的背景 对吧 系统的这个使用场景 第二个就是要讲我们什么呢 讲这个 我们系统的边界 另外就是系统架构 对吧系统边界也是 是非常 关键的就是吧就是我自己设计的就是我们这个系统 他到底是做些什么事情对吧 他跟周边系统的这个交互是什么样子的 系统架构就不用说了对吧这个就设计到我们 这个系统 能否承受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 场景对吧 那么第3点就是我们会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系统 他所使用到的一些 技术 那么我们我希望就是什么大家在 听这个讲座的时候啊就是在听我们这个项目 我们这个项目的培训讲座过程当中 当然你可以 肯定你可以学到相应的技术对吧 这是必然的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说 你不光 希望就是说你不光是 为了学技术 另外就是什么你可以通过 我们这个系统的这个 逐步的开发过程可以体会到一个真实系统 他的这个 开发历程是怎么样子的 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讲座的这个 安排的话 都是按照一个项目 从开始 到最后 到最后结束 整体上是这么一个按照项目真实的 开发精度 这样来设计的 这个也是希望 通过这种方式的话能够让大家体验到一个 真正的这个项目应该怎么样开发 对吧 怎么样设计 希望体外这么点 那么OK 作为 我们这一讲的目标的话 主要就是这三个目标 那么大家 重点什么呢 就是说第1个是 背景的了解 第2个就是说我们系统边界和价格的了解 所用的技术 大家就 有这个印象就行了 对吧 那么在这些技术的话 在后续我们 这些讲座里面 这些培训里面会 深入的展开 啊 OK 那么我们先看看我们这个项目的背景 对吧 我们的项目背景实际上主要是 在互联网 这种场景下啊 进行使用啊 那么首先就是什么来就说 刚才我们曾经举个例子对吧 比如说像淘宝 像 Google 像这个腾讯腾讯的coco等等的对吧 他的这种 账号数据是非常庞大的上亿级的 那么我们这个系统的话就希望是什么能够支持到 这种数量 这个账号数据 之所以就说要把 这个身份识别服务器单独独立出来作为一个系统 来进行设计啊 就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就说 首先你这个 海量账号数据啊 海量账号数据啊 这个数据量非常的庞大 跟你一般的这个企业用的 这个账号数据的话 这数据就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对吧 比如说你一般的企业用的这个 账号数据大不了就 上万对吧 几十万不得了了 但是在这种互联网场景下啊 在这种云集赛环境下的话 那么他的账号数据的话 可以大的商议啊 是相当于你 企业用的上百倍甚至上千倍啊 所以说这个数据量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他的认证啊认证请求 比如说登录的时候啊登录的时候你就会有认证请求到 认证服务器这边来对不对 那么这这种认证请求的话 并发量非常大啊比如说还是我们以 淘宝为例对吧淘宝大家的可能 都结束了对吧都在上面买个东西啊 这说起来可能大家更有一点 切身的体会 那么就比方像双11那种啊 大家一个小时之内上千万的用户涌入 那么这个时候相当于什么 就是说你这个系统吞吐量的话 一个小时你必须要处理上千万次 认证请求 对吧 上千万次认证请求 那么具体 具体下来的话就是你 一秒钟 要处理多少来 比如说假设你 一秒钟三千六百秒 对吧 一个小时三千六百秒 一个小时假设他有三千 三千万 人次访问 就涌入淘宝买东西 那么这个是平均基本上相当于一秒 一秒时间你就必须要处理 一万次认证请求啊 那么这个吞吐量实际上是相当庞大的 你通过当然你可以通过 通过什么呢你可以通过 比如大型系来处理对吧 或者说通过一些专用的一些大型 设备来处理 但是那种 首先 他这种设备的这个 各造成本是非常高的啊 那么 那么就说 这个也不是我们的首选 在目前现在的这种云界上 这种情况下面的话 云界上他的一个 思路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产用一些大陆货 说白了就是PC 对吧 啊 我就可以 做到 大型机 那种处理能力 那么作为我们这个系统来讲 也是这样子的 我们都是运行在 一些PC PC机上面工作站上面 对吧只不过是通过 数十台上百台啊 这种PC组成的这种机群 啊 来 达到大型机的这种处理量啊 从而能够胜任 在这种高并发访问这种 大吞吐量的这种情况下面的这种 认证请求的这个处理啊 所以说就是作为 这种 使用场景上来讲的话 首先他的这个特点就是 并发量很高 啊 第二个就是 私信要求 私信要求非常强 对吧 你在这么高的并发量的情况下面 你的这个 认证 从请求的这个发取 到你这个认证 结构的返回啊 你不能够超过 通常不能够超过三秒钟 对吧 那么所以说这个私信要求非常高 就是高实时性 然后高并发啊 然后大数据量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系统 使用场景的一个特点啊 这也是在云接上环境下面的话 这种系统的一个特点啊 另外就是什么呢 作为我们这个系统来讲 首先 在功能上面 密码认证这一点 这个功能是必不可少的 对吧 就是你认证嘛 最基本的 就是密码认证 不管你什么系统 不管你是 ERP系统还是什么 Boss系统啊 或者是你 或者你淘宝的这个淘宝对吧 淘宝登录啊 或者说是你这个 客客登录啊 等等的 这个密码认证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说就是做我们这个系统来讲 最基础的一个功能 最基础的一个功能就是我们必须要具备密码认证的功能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SSO 单列认证也就是啊 单列认证简称就是SSO 那么 作为一个身份认证 身份认证服务器的话 你光有密码认证功能啊 严格来讲的话 就是说 当然你具备了基本的这个认证功能 但是作为你身份认证服务器来讲的话 如果你能够支持SSO的话 那么这个是 更好的一种选择 对吧 这是单列认证是更好的选择 因为单列登录的话 目前用的也非常多 比如说像 啊 那个 淘宝啊 像那个 网易啊 像这种 这种那个新浪啊 以及售户啊 等等 他实际上他都有单列认证 大家登录的时候可以仔细的看 可以关注一下对吧 实际上他都是单列登录 就说你 登录一个 一个地方 那么 比如像淘宝啊 你在淘宝上登录了 登录了之后那么你 可以直接的跳转到这个 呃 天猫对吧 天猫上层你就不用再做第2次登录了 你也可以 直接跳到这个 支付宝 啊 你也不用做 第2次登录了 啊或者说你 在支付宝登录之后你也可以 跳到这个 淘宝上层 也可以跳到这个 啊 淘宝对吧 像这样就什么你就一个地方登录之后你 其他的 你跳到其他系统的时候都不用再做第2次登录了 实际上他这个实陷就是和单列登录的实陷 啊 单列登录的话实际上 本质上 什么就说一次登录啊 就是你在一个地方登录 然后你 你再去跳到那其他系统的时候就不用再去做 不用再去输第2次密码啊 所以这叫单点登录 就说你只用在一个地方登录就可以 畅通无阻的 访问其他的系统啊 这叫单点登录啊 那么单点登录的话 这个也是一些大型的这个 网站啊互联网上大型网站基本上也是一个 基础设施啊 就在安全安全方面在这个认证方面的一个基础设施 那么作为我们这个身份认证服务器来讲 我们也是需要支持这个单点登录的 那么做我们这个单点支持单点登录的话 我们并不是 去做一个单点登录服务器啊 而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是做一个单点登录的一个基础组件 在单点登录里面啊 这个后续我们在 单点登录这个 课程的时候 会详细的讲啊 单点登录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里面有一个令牌 单点登录令牌 那么我们这一个身份认证服务器我们是 做什么呢 我们就是做一个令牌的一个生命周期的维护 包括令牌的产生 令牌的教验 令牌的销毁等等的啊 做这种事情啊 那么这个令牌的 这个 生命周期的维护实际上就是单点登录的一个核心的一个 核心的一个 功能 那么我们这个身份认证服务器就是 提供这么一个 令牌的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啊 这个是一个单点登录的一个 基础功能啊 所以说我们这个认证服务器的话 相当于是一个单点登录系统的一个基础组件 就说 什么就是说你你可以 基于我们这个系统 再去做你的单点登录服务器 对吧 那么 单点登录核心的这个 令牌的这个生命周期以我们来给你维护 啊 这样子 相当于这什么就是我们是作为一个单点登录系统的一个基础组件来成长 啊 这么样一个 这么一个 场景啊 另外的话就是什么呢 就说 就我们这个系统来讲啊 还具有一个 接口 就就是对外部系统的一个接口就是账号同步的接口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说你 呃 比如说你密码认证对吧 密码认证的话那么你 肯定有用户名有密码 对不对啊 那么这个用户名密码的话 你是从哪来了 那必然是从这个 账号管理系统里面来吗 对吧 或者说叫做用户管理系统里面来吗 那么账号管理系统 到我们这个系统 我们这个系统因为 是用的是云层出嘛 云层出的这种方式 那么就说 账号和密码 在我们这个系统里面是 放了这个 陈储云里面的 并不是放在就说你的这个 账号管理系统的这个 关系数据库里面的 并不是放在关系数据库里面 所以说那么这个就存在一个从账号 管理系统 到我们这个系统的这个 陈储云的一个 账号同步 有这么一个 问题 所以说我们就对外 提供了这么一个账号同步的接口 由账号管理系统 来进行调用 进行一个账号的同步 那么同步方向 这个数据流向是什么呢 数据就是从账号 管理系统里面 把账号数据同步到我们的这个 陈储云里面 像是这么一种接口 那么就说作为项目背景来讲的话 基本上大体上就是 这样子 就说 这个 作为系统边界啊 我们可以先简单看看系统边界 那么这边对吧 这边就是我们的身份 识别服务器 那么他跟周边系统的这个交付啊 什么样子 比如说APP1 APP2对吧 那么这种就是应用系统了 应用系统它可以是 比如说像微博应用 对吧 也可以是像 Coco这种 对吧 他用CS的应用 这个 不管什么应用都可以 只要他有这个认证请求过来 就OK了 那么就说 作为应用系统来讲 啊 他的这个认证请求 啊 是直接 发到我们的这个 身份识别服务器里面来 啊 那么作为我们身份识别服务器 大的这个 划分是可以划分两块 一个是 我们的这个 身份识别的服务器 另外就是云层处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 账号数据啊 包括我们的这个令牌 啊 是放到 云里面的 做云层处 呃 云层处来管理起来啊 就是为什么要放在这里面啊 然后我们后续会 呃 简单的讲解一下啊 就说因为这个数量太大了 说白了就是因为数据量太大了 另外就说你必须要保证这个 试色性啊 那么 总体上身份识别服务器氛围在两块 啊 那么跟外部系统首先 认证 认证请求都是到这儿来的啊 那么另外就是什么就是账号同步啊有个账号同步这个接口 账号同步的接口是通过 账号管理系统来进行调用啊就是我们对外暴露出账号同步接口 那么账号管理系统 他跟其他应用系统之间怎么样的关系呢就说 比如说你其他的这个 规备应用对吧你注册的时候 必然是 提交个账号管理系统对吧啊 提交账号管理系统然后注册注册一个账号之后然后通常来讲都是 成了关系数据库里面对吧这关系数据库 有像互联网上大部分用的是myshiker对吧 有用walker的啊比如说像淘宝的话 他们的核心数据会用的就是walker 但目前大部分他们也在做这个去walker的话 啊会拥有很多myshiker来替代为什么呢 walker太贵的就这样子 myshiker的话便宜嘛啊 当然那种关系数据库就是你不管是walker还是 这个server还是myshiker还是postgore 还是db2或者说是sibis对吧啊 通常来讲就作为账号 管理系统他的账号乘处啊 他一般来讲他是会乘出的关系数据库里面 就作为 持久化的这个首选对吧 他必然是 乘出到关系数据库里面 这关系数据库的话 还是无法替代对吧 你注册进来啊 他保存关系数据库里面 另外就是说账号管理对吧 比如说你你要修讯密码 或者说你要 改定的这个 呃 用户用户尼称啦 或者你要改定的这个 手机号啊 或者说是email等等的对吧 啊 啊 那么 账号管理的这种发起啊 由应用系统发起 发起之后的话 啊他也是到了 管理系统 然后最终数据是 实际化的关系数据库里面 对吧 那么作为身份识别服务器来讲的话 我们关系数据的话 实际上最核心的我们就关系 关系什么呢 一个是用户名 就是账号管理系统里面的 用户名 第二个关系就是密码啊 密码的话对我们来讲 这样我们关系的是他的密文 对吧我们并不关系他的密文 那么就说账号管理系统啊 他就 把用户名密码 通过账号同步接口啊 同步到 我们的这个身份识别系统里面了啊 那么最终的话是有身份识别服务器 放了我们的这个云端啊云端乘出起来 这么一个过程 当然我们这个账号同步接口的话还会 也会提供一些扩展之段 对吧 也会提供一些扩展之段 扩展之段的话 那么就什么呢 就是说 你可以把你账号的一些其他属性 比如说你的email啊 你的 电话呀 你的地址啊 等等的啊 年龄等等的 你都可以作为这个 扩展属性 然后也可以同步 放在我们的云端乘出里面啊 实际上的话就说 我们的这个云端乘出 严格医院上来讲啊 我们可以 可以部分的替代 关键数据库的这个账号 层出啊 可以部分的替代 并且我们这个云端乘出也也具有持续化的 功能啊 所以说实际上可以部分的替代它的这个 层出但是为什么就说 我们还是要提供账号 同步 这么一个接口了啊 就是因为什么就说你 现在基于 基于现有的这个情况啊 大部分的这个系统 它的账号的话 还是乘出在关键数据库里面的 所以说我们就必须要 提供这么一个账号同步接口啊 然后来从 关键数据库里面 把账号数据同步到我们这个 云端乘出里面的啊 所以这个是基于一个现实的选择 那么这个账号同步的过程呢就是由 账号关键系统来 发起的对吧 那么通常它是采用就是什么 二次二次提交的这种方式对吧 比如注射来了之后首先账号关键系统会 咔嚓啊 往关键数据库里面进去持续化 啊完了之后它调用我们的这接口 相应的把这个数据实施的 写到我们这边来 当然它也可以批量的 提交对吧批量提交到我们这边来 啊这样子 这么一种过程啊 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系统来讲对外提供的这接口啊 实际上就是两种 大的大的哈大的接口的类型的 这两种一种就是认证接口 认证接口啊 一种就是账号同步接口啊 那么作为认证接口来讲的话实际上 啊等会我们还可以继续讲一下啊 就说实际上也有两大类一类是密码认证一类是令牌认证啊 OK那么作为这个系统边界的话大家可能就 清楚了对吧 我们这个系统的话要做什么事情啊 我们在系统说白了就是 做认证用的对吧 跟其他周边系统这个交互实际上也很简单啊 就是两两两两类接口 也就是认证接口啊认证接口大家 呃很很清楚对吧说白了就登录吧 等类似于登录吧 你输用密码吧 然后或者说是你用令牌来认证吧 对吧 另外一类就是跟账号 管理系统之间一个账号同步的这么一个接口 那么这两类接口的这个特点啊 有不同的地方 这地方要讲一下 就说有什么不同呢 比如大家可以 想一下对吧你认证 认证接口调用的 这个频率多还是账号同步接口调用的频率多 大家可以仔细想一下 对吧必然是认证接口对吧 认证接口调用的频率 多 认证系统调用的调用的这个 调用者他的调用者的话 也很多对吧 你各种系统各种应用 不管你是这个微博应用还是你的这个 比如说一些企业应用对吧 啊 他上都可以调用认证接口 所以说他调用者 种类很多 另外他的调用的频度也很多 另外就是他的这个 什么呢他的这个 并发量也可以很大 对吧 比如像 你在这种 大数据的情况下面 比如你账号 假设有上亿的话 那么你的这个 调用量像淘宝这种他 一个小时内他会有上千万次的调用 对吧 所以就认证接口 他的这个 并发量 包括他的这个 这个实际这个反复量 啊 都是 比较庞大的 都是比较庞大的 就是那么这就要求 我们在 我们这个系统在处理认证请求的时候啊 性能要非常的高 啊要非常的注重性的每一行代码都要 仔细的考虑他的这个 运行的效率 要充分的进行优化啊 这样才能够 处理这种大数据高高并发的这种情况 那么账号同步 借口呢 账号同步借口相比来讲的话 他这个调用频率就 低很多了 对吧 因为你这个注册你这个账号 账号管理的这种 请求的话你 你这个 这个频率 比你这个认证请求不知道要低多少 对吧 你注册嘛比如说你就即使是你 比如说你一个大一个大型网站 像 像淘宝或者像那个 Google对吧 你就几亿人嘛 其实你就注注册个几亿次嘛 但是这几亿次并不是说你在一个小时之后就注册完了 你是几年对吧几年时间慢慢累上来了 对不对 就是说 所以说那么你平均下来的话你这个 这个注册 注册这个事件的话那么就会 这个频率就 相比这个认证的话就 低了不知多少倍了对吧 账号管理 也是一样的对吧 比如说你去进行这个账号的这个 日上改压等等这种操作 实际上都不是一种高频率的操作 都属于一种低频率的操作 所以说就是说 账号同步的这种 事件的发生的话 这个频率就会低很多了 作为账号同步他的调用者 他就只有一个也就是账号管理系统 对吧 所以说就是他的这个并发度的话相比 并不管是并发度还是他的这个 呃 访问量啊 相比认证接口来讲 那就都在低很多 所以说这两类接口他们的这个 这个对 对实际的要求 对这个 呃 变化量的要求啊 是不一致的 他的访问量也是 也是不一致的 OK那么我们就看一下我们这个 项目的一个特性 技术的一个特性 对吧 刚才我们简单的讲了一下 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背景 包括就是说他的这个场景 对吧那么大家也就了解了 就说 因为我们这个系统首先这个账号 瞄准的是什么就是你账号海量账号数据 就上亿我们可以支持上亿的账号数据 另外就是说在高并发对吧 要求高并发的这个知识能力 啊 所以说做我们这个系统来讲的话首先 必须具备这个水平扩展功能啊 水平扩展能力 也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系统并不是 比如部署一个部署大型级上啊 来处理这种 海量海量的这个请求海量任何请求 我们是瞄准的是采用什么就是机群方式啊 云计算的方式 就是用一些大陆货 用些PD server 来处理这些海量任何请求 来乘储这些 海量的数据啊 那么不管是 乘储还是计算这一块 对吧 上云计算吧 说白了 最重要的两两块就是一块是计算 对吧 一块是乘储 不管 乘储还是计算这块 实际上都是用PCG来 构成的 啊所以说就说 那么我们在 就要求我们不管是在哪一块 在计算这块还是在乘储这块 我们都必须要有水平扩展能力 啊就说 意思是什么呢 你这个 比如说在计算这一块啊 在身份识别 这块的话你的认证请求 过来之后啊 比如现在我们用假装我们用20台PC 我们可以 承受住 现用网站的这个 认证请求访问量啊 但是一旦你的这个 网站的这个 注册人数大了啊 你的这个访问量大了 那么认证请求更加上升 那么这个时候20台不够了 怎么办 那么必须要我们能够通过 增加 机器的方式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增加机器我们能够提升它的这个 提升它的这个计算能力啊 提升它的这个认证请求处理能力啊 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是这叫水平扩展 就是水平扩展相比锤子扩展来讲 就要容易很多 锤子扩展相当于什么 就是说 我不是通过增加机器 而是通过 比如说我提升这个 机器的这个性能啊 比如我提升机器的CPU 我提升机器的这个硬盘访问速度 换硬盘啊或者说是扩累成等等了 这个或者说是直接的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 呃 提升这个机器的这个处理能力相当于是这种这个锤子扩展 锤子扩展相比水平扩展来讲显然的成本就要高很多了 对吧 你去比如说你服务器PC服务器 你去换一个硬盘 啊那硬盘可能 那个配件的话比比你买台机器还要贵 对吧 所以说就是我们的水平扩展 意思就是说你不用去 管以前的机器啊 你直接的可以通过增加新机器的方式来 来扩大你的这个 这个 系统的这个处理能力啊 这个水平扩展啊 所以水平扩展的话 也是在云计算里面相当于是一个 基础特点啊 层出也是一样的云层出也是一样的 就是我比如说我10台 server啊 我我目前能够撑得住 能够能够 存储 但是 随着你的这个 账号的这个量的扩大啊 目前10台server已经搞不定了 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增加服务器的方式来解决 来解决这个存储能力啊 所以这就是水平扩展的 那么我们这个系统是要求 首先第一点必须要有水平扩展的 不管是在哪一个层面啊 是在这个计算层面 在程度层面都要求 能够具有水平扩展能力 第二个就是负载均衡能力 对吧 这个负载均衡跟水平扩展实际上 它是相关点的啊 就是你水平扩展了之后 那么你系统能够自动的对 这个负载进行调整啊 把一部分负载转到你新加力机器上面啊 这个就是负载均衡 对吧 负载均衡也有很多的算法啊 这里我们可以大可的 了解一下 对吧 就像Landlavin啦 也有时候能询啦 像那个 随机呀 还有那种就通过你的这个 记住你的链接数 对吧 记住你每个服务器的这个访问量 然后来进行这个 精确的计算等等的 这方面的一些 呃 算法都有啊 另外第3个就是什么呢 高可用性 啊 高可用性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系统的话 中间你死掉一个节点没关系 对吧 其他节点能够接管 该节点 工作啊 这就是据高可用性 另外就是什么呢 emember模式 什么叫emember模式 就说我们 所谓的 基本上 在核心的这个计算核心的乘处 我们都是在类层里面 运行 就这个意思 就说 呃 什么意思呢 就说 呃 不管是计算 还是 乘处对吧 核心的数据 我们都是 放在内层里面 因为内层里面最快嘛 对吧 你放到硬盘上的话 那么你必要 必然要承担这个 IO访问 IO访问相比 内层访问来讲 这个大家都清楚 那这个 这个速度的话是 是有数十倍的这个差距 对吧 因为你内层里面访问 你是通过电子 寻止吧 你是通过这个 呃 总线对吧 总线进电子 寻止进行访问 你你IO访问的话 你要读硬盘 那么你是这个 这个硬盘 硬盘头 它是一种 机械运动 对不对 你机械运动去访问 迟到的方式 是一种机械访问 那么你这个电子寻止 跟你这个机械寻止 那你必然这个速度要差很多 所以说那么我们所谓的 核心的数据 我们实际上 都是在内层里面的 包括这个乘处 云乘处 这块 实际上 我们这个云乘处 当然我们 具有这个持久化的 功能 就是我们可以把 比如说一些账号 和一些令牌 数据 我们可以 持久化下来 持久化的文件里面 但是就说 在具有持久化功能的时候 同时我们 这些核心的数据 都是保存在 内层里面的 那么这边我们的 身份识别服务器 直接在访问 乘处云的时候 实际上是从 乘处云的内层里面 把数据 取出来的 所以这个性能的话就会 有成倍的提升 所以说 这个就这个意思 就是ememory ememory模式 就是所谓的我们核心的东西 都是在内层里面 另外一个就是说 大并发场景下海量数据的 计算能力 这个 之前就 讲过很多了 说吧 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这个账号数据 量很大 对吧 然后并发量也很大 那么我们必须要 能够支撑住这种 海量数据的这种访问 那么所以说作为这个项目的话 它的这个技术上有些特性啊 就是 这么五个啊 那么正是因为就是说 具有这些特性啊 而这些特性是根据我们这个什么 就是我们这个使用场景的这个要求啊 那么所以说我们这个身份上的服务器啊 它的这个 做法啊 跟你传统的你比如说你个 认证模块相比的话就完全不一样啊 你你比如说你通常的来讲的话 你假设你一个系统一个OA系统 或者说是一个 一个 Boss系统对吧 你一个认证模块可能就搞定了 一个模块就可能搞定 因为你的这个 量很小 账号量 也很小 你的这个认证量也很小 就是你通常一个模块就可以搞定 但是 一旦你的这个 量上升到我们这个系统所能够支撑的这种量的话 那么你一个模块肯定就搞定了 必须要 采用一些其他的一些技术啊 独立独立出来 独立成一个系统 并且你要采用这个 这种集群包括云计算的这种技术 来自身 那么作为 部署来讲对吧 我们可以 在这儿简单的这个谈一下 谈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系统的这个部署 那么作为我们这个系统部署 首先这这前面啊前面就是 应用系统对吧 啊 各种各样的应用系统啊 还可以是微博应用也可以是 有像一些企业用对吧 啊 那么他都可以调用我们这个 系统我们这个集群 所提供的这个 接口 啊 那么接口的话就是刚才我们说了两类接口 对不对啊 就两类接口 一类是认证接口 一类是 啊 一类是这个 啊 就是账号同步接口 啊 那么作为我们这个身份识别服务器来讲的话啊 首先 他有一个 身份识别服务器的一个集群啊 相当于这就是一块计算这块 那么这块是 乘除这块对吧 那么在身份识别服务器集群里面啊是有很多的这个节点啊 我们叫做 LOAD 节点 每个节点你都可以把它看成一个PC server 啊 那么这个节点是可以水平扩展的啊 就是说你可以根据 你这个集群的目前的这个处理能力啊 能不能够满足 现在的需求 如果不能满足 你可以扩展节点 就会进行水平扩展 那么所以说在系统部署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一个 就是说 身份识别服务器的集群啊 这个集群可以 可能是有很多台PC server来构成的啊 每个PC server上就会 部署我们这么一套软件啊 那么另外的话就是在乘除这块啊 乘除这块主要是目前是乘除的就是 账号数据啊 和令牌啊 和这个用户认证令牌 那么这两块 这两块数据的话目前就是放在云端来进行乘除 那么在 云端乘除的时候啊 这里面实际上也是有很多的这个节点 这几点 他都是一些 实际上也是一些PS server 对吧 那么这PS server就专用于干嘛呢 就是保存我们这个数据 保存我们这个 账号数据和这个令牌数据 那么这个 每一个节点 大家注意看啊 就是每个节点里面 他实际上 也可有很多的 PS server 那么什么意思 就是说 一个节点 比如说他可以 他可以有两台或者三台PS server 来构成一个户备 啊 构成一个户备 那么在 啊 这两三 两台或者三台PS server 来构成的这么一个节点 这个中间的话 其中 有个组节点啊 那么你任何的 中间 比如说你组节点挂掉了 那么另外的 这个备用节点可以自动接管啊 自动接管这个乘除服务啊 那么也可以进行水平扩展啊 就你乘除 数据量到了 你目前的这个乘除云 满足不了了 那么你可以进行水平的扩展 通过增加机器的方式能够 容纳更多的数据啊 同时的话就说 因为你这个节点增加了 那么你这个负载 负载可以自动的这个进行负载均衡啊 那么这样的话就说相当于 作为乘除云这块的话也是一样的 它也是具有这个水平扩展和 负载均衡的能力 作为我们这块 计算这块对吧 上也一样的啊 所以在部署 部署的时候啊 实际上就我们这个部署模式的话 相当于就是 说吧就是 两块一块计算 一块乘除 都是由PS server来构成 那么作为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 所谓的技术啊 我们简单的谈一谈啊 首先就是负载均衡和集训技术啊 这个是必然会用的啊 对吧 就是说你不管是在 我们的这个计算这一块啊 计算这块 还是说在乘除这块 实际上都是用到了 负载均衡和集训这种技术啊 另外的话就说 会用到 在我们这个这个 课程里面啊 也就是我们这个系统里面 我们会用到这个 NIO SOCT变程啊 NIO SOCT变程跟你传统的SOCT变程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说白了就是他的这个性能更好啊 对并发大并发访问的这个 能力更好啊 NIO SOCT是GTK GTK5啊 它新加了一种 呃 变成接口啊 那么我们在我们这个系统里面用到了 SOCT变程的话就是用NIO SOCT变程 NIO SOCT变程用在哪呢 就是用到我们这个 身份识别服务器这块啊 就是我们跟 外部系统的这个接口啊 所以都是用SOCT的接口 但是我们是用NIO SOCT的Server 来响应的外部的这个SOCT的寻求 这样以便提升我们整个系统的这个 处理能力啊 另外的话就是说 陈储这块啊 云陈储这块 云陈储这块我们产用的是Lowseeker的 一种一种数据库 不是产用关系数据库 而产用Lowseeker的数据库 具体来讲的话就是 产用的是MongoDB MongoDB来构建我们的这个 陈储云啊 构建陈储云这块啊 MongoDB的话也是一个开源的一个 Lowseeker的一个数据库啊 那么在后续我们讲座里面会详细的进行讲解 MongoDB是非常优秀的啊 他不管他的这个 读还是写啊 都是性能都非常的好啊 所以说我们就会采用这个MongoDB来做我们这个 陈储云这一块啊 另外的话就是说 我们会接触这个街上啊 街上是一种数据格式 对吧 是跟XML对吧 XML对吧 XML大家都很熟悉 XML对吧 那么作为街上来讲的话 他跟XML是同样级别的一个东西 相当就是他可以 定义数据格式啊 直播就是什么街上更轻量级啊 他街上他起源是起源于JavaScript里面啊 那么现在就是在互联网上也是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因为相比XML来讲 他首先他的这个 更更简洁 对吧 更简洁 然后性能更好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接口 就对外的接口啊 其实就是 认证接口和这个 呃 帐号同步接口 我们都是以机上的格式 暴露出去啊 所以说就说我们这个接口的设计啊 我们也有一套 协议对吧 相当于一套认证协议 一套这个 帐号同步的协议 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 协议数据格式的定义 都是通过机上来 完成 啊 另外的话就是还有用的就是什么 单列的路啊 单列的路这个核心技术啊 包括这个非对生加密技术 对吧这个在我们这个 课程里面都会学到 另外就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这个系统的话 采用这个JUnit 4来进行这个 单元测试 啊 那么就是在一些关键的一些地方的话 我们都会 通过 JUnit 你用JUnit的试图来写这个单元测试的代码啊 也完成自动化测试啊 这样的话就是 可以实践一下这个TDD 也就是测试驱动啊 测试驱动开发的一种 方式 啊 这应该叫TTTD 写错了 TTTD 定管的话就是什么呢 我们还会 用的技术就是 多阶层编程啊 多阶层编程的话我们用的是 加工库 加工库啊 也就是GUC啊 在我们这个系统里面 也会用到这个多阶层编程结束 除了就是说作为我们这个系统来讲的话 所用到的 技术大类啊 基本上就是这些啊 在后续的话就是说 讲座 技术大类啊 技术大类啊 并且就是说作为 因为 大家都 都都目前 铺天概念都是云计算对吧 但是作为云计算来讲的话实际上 云计算它 相比传统的这种 这种开发模式来讲的话 相比来讲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 说白了 它就是 用大炉货来替代 巨型机 啊 就这样子的啊 所以它所有的分布式的 计算是分布式 称注也是分布式 云计算的核心就是分布式啊 而它基础的这个技术就是 集群 附带均衡啊等等的 然后分布式计算啊 等等的 这方面的一些技术 而这些技术的话在互联网上目前是用的比较普遍 并且就是这种 这种开发模式的话啊 要求就是什么就是说以前我们很多的采用同步同步的方式对吧那么在 云计算里面因为你要 处理你要处理 呃海洋数据要 要进行这个啊 达到相对一些信任指标那么很多都是通过异步异步计算的方式对吧像这种 啊 就说你 这种分布式计算的时候啊里面很多都是一种异步的方式 所以相对这方面的一些东西的话目前 慢慢慢慢的会对我们传统的这种软件开发的模式会产生一些冲击 只不过现在还不是很明显对吧 但是实际上慢慢慢慢的会影响到我们啊 所以说云计算这块的话就是说他 对我们这个软件开发这块的这个 冲击 这个影响的话会 不是说一下就来了 而是会逐步的显现 啊 以前的话最早我们像软件开发这块技术的话也进不了很多代了好几代了 第1代就是什么呢 所谓大级系统对吧 大级系统大家可能可能有些人都没接触过对吧 都没看到过啊 说白了大级系统上上就是就是一些中端亚中端啊 然后程序全部是在在这个服务器里面跑 啊 然后你就连个雅方上去然后进行进行这个操作 这大级系统 那么第2代就是什么呢 PC出来了 PC出来之后 那么CS模式就开始流行了对吧 就是客户端服务端模式 这模式开始流行 那么这个可以算是第2代啊 就作为软件开发这个技术上 化代的话啊 可以是可以是可以做第2代就CS模式 大家CS模式大家都很熟对吧 那么第3代第3代就是什么 第3代所谓的就是中间件对吧 三层模式三层价格 就可以算第3代第3代实际上 他的这个信息也是也是有互联网的推动啊 也从94年这个internet出现之后 慢慢的这个 三层价格就流行了因为互联网天生他 说白了天生就是 天生就天生就是那个三层价格 所以说就是他对这个传统的软件开发 啊慢慢的也就形成冲击因为 大家意识到这个浏览器 以后是一个 一个 相当于一个统一界面对吧 因为那么所以说大家把 应用的疯狂的往浏览器上搬 浏览器上搬嘛 必然就会要用到三层价格啊 所以说就是说 这个实际上也是有互联网带来的 第三代技术就是也就是三层三层架构啊 三层架构 实际上现在的话大家开发系统基本上 对三层架构都很熟了对吧 认为系统好像天生天生就应该这样涨对吧 但实际上的话在 三层架构之前的话还有10月10 而之所以就是三层架构 这么流行就是因为互联网带来的影响啊 那么就说 前三代啊 到现在为止都会在 特别的三层架构现在已经是主流开发 模式 但是 现在实际上已经看出来就是什么 三层架构之后 第四代技术就是云结算 云结算带来的冲击就是什么 分布式 异步 这些东西就是云结算的特点啊 然后就说分布式异步 之后的话并且在硬件上 云结算它推崇了就是什么就是你用大陆货PServer来替代 大型军啊 甚至替代巨型军 通过PS通过海量的PServer 比如说弄个的话也三万台对吧 三万台PServer 构成了集群 然后 这种处理能力的话 你你你你大型军 都都抵不上 对吧 他就通过这种海量的这种PServer 然后来获得你 海量的这个处理能力 海量数的处理能力 所以云结算这块的话就是说 这种这种应用场景会对我们的这个 以后的这种 软件设计软件开发会带来强烈的冲击 这种这种 啊 这种技术上的这种这种选择 这种冲击会慢慢慢慢的体验出来 现在已经慢慢体验出来 只不过就是说 可能很多 很多 人都还没有意识到而已 对吧 那么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我们这门课程的这个学习的话大家可以 呃 逐步逐步的体会到这一点啊 对你以后的这种职业生涯的成长 包括你以后续的这种 编程实力的提升啊 希望能够带来一定的 益处 对吧 OK 那么就是作为 作为这个 呃 我们这个系统的这个架构啊 和它系统边界 而言的话啊 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就讲了这儿啊 那么大家就说 呃 要记住的就是什么呢 就说这一幅图对吧 这幅图啊 首先就说要 清楚接口 对吧 就我们这个系统对外提供的接口是 是有几类对吧 实际上就两类 一个是认证接口 一个是 障碍同步接口 那么接口的这个格式 数据格式什么样 介绍 介绍数据格式 另外就是说这两类接口的话 它的这个使用频度是不一样的 对吧 认证接口是 使用频度很高 然后并发量很大 账号同步接口相比来讲 它的这个 使用频度就低很多 对吧 另外就是我们这个身份识别 系统它是分成两块 一块身份识别服务器 说不来就是计算 对吧 云计算 云计算里面分两块吧 一块是计算 一个是乘处 对吧 啊 那么 这块 计算这块 我们就是用加倍来写的 对吧 会用到相应的就是我们看看 刚开始讲那些技术 然后乘处这块 对吧 乘处我们采用这个MangoDB来进行构建 形成这个 乘处云 大家就记住这这幅图 另外它就是什么呢 就说大家 大家要记住这个 这么几个特点 水平扩展功能 啊 具备水平扩展能力 然后负载均衡 高可用性 以Memory模式 对吧 就是我们的所有数据都是放在 Memory里面 放在类层里面 啊 那么怎样 怎么样实现的 怎么样做到的 我们后续 课子里面会逐步的讲解 另外就是说海浪数据的这个处理能力 对吧 还就是这幅图 对吧 部署图 部署图大家要清楚 就是我们这个 系统的话 它的部署模式什么样子 都是通过 都是 什么呢 就是说 一些pd server 来完成部署的 一个一个节点 然后 具有负载均衡能力 然后具有水平扩展能力 这样子 OK 那么 下来的话 那么 什么 大家 就理解一下 了解一下我们这个背景 背景 然后另外就是了解一下我们这个 系统边界和架构 如果大家能够把这两点 搞清楚 那么OK我们这一讲的目的就达到了 那么从下讲开始了 我们就会进入到我们这个系统的这个 开发编码的这么一个 固扯 逐步的 给大家展开 怎么样就说 从无到有 来设计 开发我们这个系统 OK 那么 今天的这个讲座就到此为止 再见 Whoa einfach 消费 载 载 车